抗日战争时期 他们沦为日军性奴隶 在我们采访后的九个月内 有六位受害者相继去世 他们去世前最大的医院 就是让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这是重大人权侵害 如果不解决 日本人是不会共同家 2013年8月 我们开始了一次艰难的采访 这次采访的艰难 不仅仅是对人物调查上的艰难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次采访 要使当年那场战争的女性受害者 重结伤疤 再一次面对他们人生中 最残酷 最阴暗的一段 我们采访了17位在抗日战争期间 遭受迫害的女性 这17位老人中 有六位在我们采访后的九个月内相继去世 这些老人在70年前 被盖上了一个统一的称谓 魏安妇 侯巧莲是中国第一批公开身份的日本性努力制度受害者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 她被抓进炮楼 沦为魏安妇的那年 仅有13岁 在侯巧莲上诉日本政府前的1995年 北京的一名律师康健 以对其法力援助的身份 来到山西渝县侯巧莲的家中 在20年后的今天 康健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的谈话内容 她说起来很难受的 就叫我们闺女 闺女她说这话是不能说的 我摘开不了口 但是我们就跟她启发她 也说吧 她一开始是不想说的 说她是见不得人 这都抬不起头 就跟我们说她不敢正视你的眼睛 都是这样的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她说当然难受了 她说闺女 但是我说出来也没人信 也没人管呢 后来我们说 我们知道了 就让她向你谢罪赔偿 后来 她说那闺女那我就说吧 她说你可别看不起我 如果当时没有康健这样的调查员的到来 或许这些难以启齿的经历 将会永远地埋在他们的心里 我们在屋子里在这谈 就谈得很 让她很难以启齿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 太残忍了 可是她这么多年不能说 而且呢 她还受到那种的歧视 当地的人说她是不干净的人 还有说转炮楼的女人 而且呢 子女不知道她想起 子女也受歧视 所以子女对她也不尊重 而且说了说了说 哎呀她就哭了 侯巧连那个老大娘 她是十 十三岁吧 好像是我记得是 跟她父亲一块被抓进去的 特别惨 当到她父亲的面 几个日本兵 然后轮见她 而且把她父亲 是塞到炕洞里面 打完了以后 塞到炕洞 北方的炕洞里面 然后在炕上 抢见她女儿 几个 她才十三岁 哎呦她跟我说到这儿 她的手就哭起来了 抗日战争时期 像侯巧连这样的受害妇女 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官方数字 很多民间学者调查估计 中国的受害者 至少不会低于20万人 从黑龙江一直到海南 从辽宁到云南 这个这么大的国土上 到处都有文案所 究竟有多少文案所 难以统计 因为她的形态 有的就是费珍规的 一个部队 到了一个地方 建了一个炮楼 她就到处抓那些中国妇女来 枪暴 按照我们现在二十年的研究 究竟有多少未然府 这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 很精确的一个数据 我们的判断 推测 应该有四十万 以上的受害者 其中一半是中国妇女 其中大概还有十四万左右 是朝鲜半岛的受害者 还有两万日本妇女 余下的是东南亚的当地妇女 和一些白人受害者 面对中国至少二十万的受害者 日本政府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否认 日军在中国强征 慰安妇的事实 2014年 吉林省党案馆 最新发掘了一批 日军侵华党案 这一份围满中央银行 保留的电话记录 反映出用于慰安妇的资金 是由日军直接管控的 采购慰安妇资金之时 发送资金25万2千元 发送地点徐州 宋经人 淮海省联络部 受领人 安山司令部 本件有关东军第四课证明 可直接发放 这一份档案 是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 关于南京宪兵队 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 档案中记载了 昭和13年 也就是1938年 2月11日至20日 南京地区慰安设施状况 其中仅镇江一个城市 这十天中 日军进入慰安所的人数为 8929人 慰安妇人数为109人 这些当年日军遗留的档案 证实了日军战争期间 强征慰安妇 属日本官方行为 慰安妇这个词语 翻译来自于日本 日本最有名的日文词典 广字院遗书中 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是 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2012年7月 美国国务卿希腊里克林顿 指示美国所有的文件和声明 禁用按日语执意的慰安妇词 将其改为被强迫的信奴 日本在中国的慰安妇制度 最早出现在1932年1月的上海 然而各国学者 对慰安妇的研究 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 苏世良是国内研究 慰安妇制度最早的学者 不过在他看来 慰安妇制度的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日本新奴隶制度 全世界知道慰安妇恐怕也是92年 在此之前 日军的很多的档案没有公开 我们不太清楚 战争时候有这样一个制度 所以大家都不太清楚 1992年 那个时候我在东京大学 做其他课题的研究 后来有一次会议的时候 日本一个学者跟我说 他说第一个慰安所 可能就在你生活的上海 我当时很惊讶 我自己研究上海历史 怎么不知道呢 我就开始收集资料 93年回到上海 我就开始调查 最初以为上海有四个慰安所 结果想不到40个还不止 140个还不止 这份关于南京县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当中 记载了南京市所有挂牌登记的慰安所中 一名慰安妇十天忠 所对应的日军士兵人数为178人 有兽害者不一定要挂牌子 有的时候是有兽害者有挂牌子 特别是在城市 有的时间很短 一个部队到了一个地方 建了一个炮楼 他就向上海从民 他在那个地方 在庙镇这个地方 建了一个炮楼 有一个中队 驻扎了一年多 他就到处抓那些中国妇女来 强暴 作为担任农村小学教师的张双斌来说 他接触慰安妇幸存者的时间 比中国的学者早十年 那时候的慰安妇被当地的村里人称为 抓进炮楼里的女人 需要说明的是 抓进炮楼里的女人 至今是没有相关档案记载的 同时她们的遭遇比城市里的慰安妇 更悲惨 这是1982年的群体 我们老太太非常可怜 已经七十多岁了 她一个人还在地里头 规则这么 干这个骨子 我就感觉到这么大的年纪 家里没有劳力 她自己 活够反吃的话 自己必须劳动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就问 把这骨子干嘛 就问她说 这是女安妇 后来 这虫子那边 我年纪大的学生 学生的话也知道 就是她是 被日本抓到日本 抛了这个尿尺的一个女人 很可怜 没有子女 就想问问她 知道知道 但是她不肯说 当时张双斌所见到了这个女人 叫侯冬娥 当年她还有一个名字叫盖山西 所谓盖山西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美貌可以盖过山西所有的女人 这张画像是根据村里老人 对侯冬娥当年相貌的描述所画 从1982年到1992年这十年间 张双斌去找过无数次侯冬娥 但是侯冬娥什么也没告诉过她 侯冬娥和其他受害者拒绝 不讲述的原因 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源于他们对未知信息的恐惧 另一方面 则是难以启齿 事关亲属子女和整个家族的名誉 这不仅仅是张双斌 在山西遇到的问题 也是陈厚镇在海南遇到的问题 苏志良在上海遇到的问题 也是全国慰安复调查员遇到的问题 当时那个话题很久没有说了 你现在突然讲出来 又可能会招来横祸 也很难说 所以这个话都不能在家里面说 横祸就是说 可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 又再一次被人抓去批刀 或者是被什么原因又弄不明不白的 又把他的家庭抓起来 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些他们都非常小心 我的调查员在一些深入到这个家庭 知道这个是受害者 被他的儿子打出来的也有 也有否认 因为这个话题是相当侮辱人格的 侮辱民族的 或者说侮辱家庭的一种话题 他是不能公开在他的家庭当中 把它当成一种荣耀 所以讲出来 你比方说 就是杨全那个英语林老太太 我跑了三年以后 我才和她说这个话 因为是 但是日本兵造成她以后 她精神失差 一说过去这些事情 她就升级了 每一个慰安妇都有着悲惨的命运 在他们压抑了几十年之后 1992年一篇报道 让头东鹅重新看到了希望 此时她已经是风足残年 握病在床 到92年头看到报纸上 登了一块的三星报 5月31号的一个报纸就是 就是收牌女性 就是温养福这一块 和一些日本政府收牌这个报道 所以说我马上抓紧这个机会 再去找她 她当时就是哭了一阵天 第二天才跟我接触她 曾经被日本人抓到 我决定量次了 在这个中间 女儿被饿死 后来张伯又把她跑弃 这么一个过程 跟我全无间 1992年 侯东鹅向张双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向世人公开自己 欺散遭遇的日本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 2013年7月下旬 山西的另一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在家中病逝 享年87岁 当我们的记者奔赴丧礼时 他的子女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我们这一杯都读60多天了 马上也就做土了 还有下一杯 对不对 比如说我儿子 还有那外甥等等等等 都现在在外面工作 都年龄不孝了 都不犯罪这个事情 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 好小时不管菜 你啥一杯 咋咋咋咋 以前我们笑的时候 他手过来哭啊 那简直可不可笑笑了 那都不愿意提起 我们也脱哭了 这样我们都不想提起他 过去的事情 作为子女 他的顾虑我们非常理解 而这位老人的故事 随着他的逝去 一起被埋葬在了 这片土地的深处 维言复的故事 至今在中国 至少埋葬了数十万个 有的埋进了泥土 有的则埋进了内心 随着时间的渐渐离去 未安复的这项调查工作 也变得越加的紧迫 中国及日本性奴隶制度 受害者的经历 在近年来被大众所熟知 这与一部分人的努力息息相关 他们中有中国人 也有日本人 有大学教授 律师 也有养殖场工人 日本性奴隶制度 受害者的亲属 小学老师 张双斌是当地农村的 一名小学老师 也是山西籍 未安复的民间调查员 他在这条路上 一走就是二十年 他的这种坚持 不仅毫无保障 而且还不被周围人所认同 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那时候我几乎 那是礼拜天 每个礼拜天都跑这件事情 加起 这家人全部 全部都飞着这个事情 而且有时候还要亲家 所以说 在领导人眼里 就是一个不忠实纪律的 所以说经常 十几年 二十几年时间 没有另过一次见记 而且经常扣掉 工资人有时候就被扣掉 那您那时候跑各个地方 你这些开销从哪来 就是自己的工资 那时候工资还低 那时候我觉得有 一万多两块钱 两万块钱这个钱债 后来慢慢还掉了 自己掏钱的吧 大概十几万块 那坚持让您做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我个人能力 因为我做不到的 这没有办法 但是我不能因为其他事情 我自己不做了 这是一个人口问题 我不能这样做 这样对不起他们 对他们没有个交代 陈厚智是海南籍 慰安妇的民间调查员 他的本职工作 是当地养殖厂的一名工人 由于他精通离祖语言 又长年捐助失学儿童 1996年 在另一位民间调查员 张应勇的邀请下 参加了慰安妇的民间调查工作 2005年 调查员张应勇 其劳成疾病逝 随后海南籍慰安妇的调查工作 就落在了陈厚智一人身上 陈厚智也成为了 海南籍慰安妇 具体状况的唯一知情人 很多时候我也认为 我既然能力有限 特别是我也不是什么 伟大的人物 也不是圣人 有时候我也不想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 第一个 别人不能够正常去理解 都认为我们可能 写了一根筋吧 或者说我们太傻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看到 这个日本这么顽固的 不承认 这个二战当中 对这些老人 集结的伤害 我就不服输 又放不下 如果我停下来 这些老人 很可能就因为 我的停止 他们这个诉讼 跟打官司的这个念头 就放肆了 所以我必定要为他们坚持下来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后 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都能够轻轻松松地闭上眼睛走去 在中国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对日本诉讼的过程中 还有一批人来自日本 他们帮助中国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起诉自己的国家 大酸典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籍卫安妇 对日诉讼律师团的团长 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 免费帮助中国籍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起诉日本政府 一つはやっぱり 私はさっき言いましたように 教科書裁判である程度 日中の間の真実は何かということを 知る機会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この事件をやって やっぱり遥かに深く 真実の日本軍の行為というのを 知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裁判を始めるときに 裁判で勝訴するということは なかなか難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して ただ裁判をやることを一つのきっかけにして 政府が解決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 乗り出すことを目的にやってましたので 他觉得这件事如果不做 他说我认为如果不解决 他说这是重大人权侵害 如果不解决 日本人是不会得到亚洲人的原谅的 那是在93年20年前50多岁 他我数知道他因为这件事情 把他的家产也赔了不少 一百多万了 在帮助中国及日本性奴隶制度 受害者的日本人中 还有一个很大的群体 那就是日本慰安妇救助会 吉池俊子 就是该救助会的一名成员 他的本职工作 是一名高中老师 同时 他们也为此承受着 来自日本国内的压力 日本で右翼と呼ばれる人たちがいますが その人たちによって 自宅に子供がかわいくないのか とかですね 脅迫電話がかかってきたり それからその右翼が掲げた そういう文章をすぐ授業で 生徒に見せて 生徒たちはすごくそのことに まず驚いて 大丈夫かすごく心配してくれ それから応援するから 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くれたり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 也遇到过多位 日本慰安妇救助会的 其他成员 但是他们 鉴于日本右翼分子 对慰安妇事件的敏感 他们表示不便公开身份 因此拒绝了拍摄 中日两国的这些民间志愿者 他们虽然常常不容 被周围人所认同 但是他们却一直坚持在这条路上 要为当年日本性奴隶制度的 受害者讨历功德 并且一坚持就是二十年 当年这些日本性奴隶制度的 受害者 他们究竟是如何沦为慰安妇的 他们沦为慰安妇后 遭遇又是怎样的 这当中的故事 也许就是这些志愿者坚持下去的原因 中国籍的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日本档案中记载的 城市慰安妇 另一类则是连档案都没有记载 乡村里的被抓进炮楼里的女人 中国妇女被掳掠成为性奴隶 我想是所谓的满洲国的 那个时候是比较多的 第一种就是强征 直接到村庄 到城市里面去抓妇女 第二种是诱骗 有一个记录 宋美玲写的文章里面曾经说 上海的一个电影院 散场的时候 大家都上了一辆巴士 就以为是一个一般的巴士 下面这个巴士是日军控制 就开到了郊外 男的当劳工 女的送去做性奴隶 还有一种招工 他说我这个工厂需要女工 什么报仇 你来吧 好 来了以后被送到了军队里面 但是城市周边的炮楼里的 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他们卢为慰安妇的途径 只有一个强征 在日军强征过程当中 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用抓获的地下党或地下党员亲属 充当慰安妇 万爱花就是因为地下党的身份 被日军抓进炮楼三次 而陈灵桃被抓的原因 则是因为她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 那时候刘萌柏 刘萌柏 脖子把腿打扫 胳膊打扫 那时候冷水盆过来 抬不回男人来了 那都是我的 那时候 男人也不让他抬回来 我说死了 男人少咱先牺牲了 后边 他们母子说 过来就回头 在当时 其他女孩也逃不了 被抓进炮楼的厄运 李兄妹被抓进炮楼的原因 是被日军恰巧碰上 那年李兄妹刚满十四岁 如果他们从碰面上 一抱破了 这就是他的家 今天死鬼是不容易 今天地很熬 一抱 好一抱一抱 快 这我妈会把这里住 他一会拉出 我拉我 还把我妈打了 要抱着 我妈在大胆卷 一会退到 就拉 他继续拉出下来 黑洞是 为了是 起得过老子 他在我前 我前退是 我在黑洞 我退过去 在当时 日军进村强抓的现象 是非常普遍的 在海南省的几位阿婆 至今回忆起 日军进村时的情形 都会异常地紧张 只要来 去下山 这如果没闻 他会让他 没闻 是 我 现在 我 至于 在 造成 这 我们都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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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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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当年那些年轻女孩 听到日军到来的第一反应 后来福贵英和福玉开 还是被日军抓进了慰安所 当年15岁的李美金 在听说鬼子进村之后 他立刻跑到了后山躲了起来 我们到年来的导演 导演了 我们到年来的导演了 一往后导演了 我们到年来的导演了 导演了 我们到年来导演了 到你了 就會了 就會了 以後我哭 以後我哭得好了 那就哭了嗎 以後我哭得哭 以後就哭了 這些年輕姑娘 淪為慰安婦的第三種情況 則是為村長的被迫上宮 搖下來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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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炮臺的炮臺 這就是殿免和錯綠 以後這個美女 如果天黑前還沒有交上 整個村子的人都會遭陽 為村長萬般無奈下 將自己的侄女 以及侄女的小夥伴張改香 一併交給了日本軍隊 媽呀 看起來跑去 媽呀 這裡都走著 就這裡走 走著走著走著 走著走著走著 拼著一個 拼著一個 跑去 狗東俄 也就是蓋山溪 已經去世整整二十年了 張雙斌如今還清晰地記得 二十多年前的狗東俄 帶她到靜規據點的描述 這就是當年一個 關女人的地方 從現在有的人叫 把它叫維安塑吧 這個 大門 還是圓了大門 這個錢啊 還是圓了的錢 在我一開始調查時候 這兒還有凡事 關了四個八個女人 就那個後東俄街 她就在這個法子裡觀察 白天都不能穿衣服 就即將背著 你蓋著背著 都不能穿衣服 日本兵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不能從背著邊拿出來 就欠欠 而且是堆著很多女人 從我貂蟬的話 金貴從這洞裡 最少有舊高 在管呀 女人這些就是維安塑吧 在這個搖洞 從這西邊 還有兩三個吧 這個地方又比較偏僻 所以日本人也是最頑固 最殘酷 但是她每年最少抓女人 50個到80個 最多的二年 在我調查中 存下了一個 最少的半個月 20天 受害的情況也是因人而已 因地而已 譬如說在前線要打仗了 這個時候他們這種受害很慘烈 日本兵甚至於排著隊 我們詢問過一些受害者 有的一天要接受五人次以上的受 嚴重的地方有20次以上 當時這些年輕的小姑娘 稍有反抗便會遭受一頓毒打 萬愛花她在半年之內被抓了兩次 每次都會遭到更為殘暴的毒打 導致萬愛花頭頂凹陷 有兩處傷疤不再生髮 頸部陷入胸腔 腰部陷入骨盆 身長筆原來縮短了20公分 至今70多年過去了 仍然可以看到她的胸部異常突起 這些年輕女孩在遭受領捕之後 她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懷孕 曹黑毛那年被日軍抓去時不到20歲 囚禁不久便有了身孕 你不是懷孕過瓦子嗎 是啦 派一派 那我派一派 不是那個人的嗎 派一派 到處都有中國父母 所以她不把你當人看待 不把你當人看待 懷孕了 有的直接被日軍處決 有的就是拉走了 不知道下落 然後有人自殺 那有人反抗被殺掉 馬上就由新的婦女來替補 這些姑娘在遭受領辱和折磨之後 她們有的選擇逃跑 有的選擇自殺 更多的人則是無從選擇 林艾南是海南籍受害者 她15歲參加抗日組織 曾用槍打死過日本士兵 不久後 她輪合了日本軍的姓奴隸 紫草 這才看見林愛蘭的頭頂是凹凸不平的 有多處凹陷 林愛蘭在遭受這一次毒打後不久 她還親眼目睹了同伴被殺死的全過程 我們要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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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歲的林愛蘭看到這場景之後 她沒有再反抗過 不久之後 她在為政府會長的幫助下選擇了逃跑 但是她的母親卻因此被日軍殺死了 她多處敗後 她中生未嫁 她第一次中生 lifestyle empower Walk The 娘乃的女兒 他却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先后在路边 捡来了四个女儿抚养 陈灵桃和侯东俄 也就是盖山西 则由于被凌辱过重 他们商量之后 决定调牙自尽 你往哪里跑 咋个跑 来说毛子里接手 是咋两个挑了你我带我 手背上你那背就 送我盖子里 那个挖子说 在当时偏远地区的农村 女孩大多没受过教育 有的甚至没怎么见过陌生人 当遇到一个强大的 外来侵略者时 那种恐惧或使他们无从选择 他说我逃到哪里去 有些是得到了威胁 你一旦走了以后 你房子烧掉 你所有的家人都会杀光 也确实是有过这件事 还有包括那个小脚的女性 他没法逃 几十里山路翻山越岭 他怎么可能 他能够在家门 门门离不出事 这都没有最后最为紧怕 找人好多来破台上 前后拿肚子拿 前后喊死你 被抓去的这些受害者 当他们的身体垮掉 不能满足日军领悟时 他们有的被家人重金赎了回来 有的被新兵拿去练了紫刀 有的则从此也无音信 我扫着我 扫着我 留红红的留就不能行 这样是教大精神说的 我原来说 我都起的谁还来了 我有一些人 你们来了快来 你看你们这回来 我还快了 快不得来 我起的快不得来 那 那 李秀梅老人就是当中的另外一个例子 她的父母为了赎回她 便买了所有家当 但是钱送出去后 李秀梅依旧毫无音讯 三个月后 母亲在家中绝望地上吊自尽 父亲从此疯了 海南籍受害者福美菊 当被父亲带回家时 她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你是敌对国的女性 敌对国的女性 甚至于在河北还有这个记录 就是这些女战士被授辱 奄奄奄奄要死的时候 日军把她们绑在操场上 让新兵炼刺杀 这是她们最后一个功用 这一段在未安所短暂而又漫长的记忆 重返静规炮楼时的经历 我们想应该带受害者去那个现场看一看 当时她们俩都不想去 后来我想想我们这么不容易来一趟 因为从律师角度 就是她这是犯罪行为地 得有受害者指认 但她说的都战争结束 那时候到九几年 五十多年了 她说也没去过 不知道能不能认出来 结果没想到到那去就认出来了 她最印象深的就是那两个石门洞 她说她们被她们带进去的 到那去就脸色就紧张 一下就路上能跟我们说说笑笑的 到那一下脸就沉下来了 李修梅就一个劲拉那个围巾 她围巾她就老挡这个 挡嘴巴挡脸不想让人看到 进去我说那你们在前面 她们俩就拉了手往前走 走走走那个李修梅说 我走不动了 她有点就没劲了 她心里哆嗦 或者她一下看到那个毛厕所就哭了 门口那儿 她一下看到那儿就哭起来了 后来我说你干嘛找那个 她说我那时候就是 走不动路了 每天能出来放放风 就是爬 爬出来 爬到厕所里看看 爬到那儿 那只有厕所里没鬼子 我看看天 往上完厕所再爬回去 从日军炮楼里逃出来 或者赎回来的这些姑娘 她们的身体 大多已经被日军折磨到感染疾病 或者完全垮掉出于生死的边缘 我们不知道 中国有多少姑娘被抓进了炮楼 有多少姑娘走出了炮楼 走出炮楼的那些受害者 也大多选择了背井梅乡或者隐形埋名 张仙途被日军抓走时只有16岁 他在结婚15年后 才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回来回来回来 就不出不可哭的之后 所以不出不可哭的 好怕 全面有大 有什么 还有个人 黑马 那种车眼不行 找个无脑的车道的先生来 他看后 据村里人讲 当年盖山西侯冬鹅被日军抓走时 家中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 因吃不上奶水饿死在炕头 当侯冬鹅被抬回家时 鄙视奄奄一心 并怀了日本人的孩子 后来他想尽办法把孩子打掉 但也因此丧失了生育能力 解放后 他的丈夫抛弃了他 改嫁后 他的第二任丈夫 因他不能生育也抛弃了他 据村里人说 后来他因不忍多年的病痛折磨 于1994年服毒自尽 在海南有一些黎祖姑娘 她们对姓是极为保守的 她们有的 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偷偷驾到了 离家很远的汉祖区域 就不选手 是讨厌做事 在海南一样 离家里就被状怒了 这个后来就没撐到 这个那些隐蔽 可是在海南一样 衣家被被奉下 这些屋子被奉下 ileri送了 出了一些离家 没被奉下 古美菊 王智鳳他們 都駕到了屠龍村 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巧合 還是一種龐大基數上的概率 因為其他村子裡沒有人站出來 我聽說 日本人家沒有遇到 我們沒有遇到 我們沒有遇到 我們遇到遇到 外國人家就不遇到 不遇到我都遇到 如果我在遇到 我已經有遇到 真正的 那我真正的 我真正的 我真正的 城林村阿婆 她跟那個 王玉鳳這個村的 但是當時 王玉鳳呢 我們最先發現她 我們在問的過程當中 也問過她 你們在一起的 受害的姐妹 你都知道 現在都在哪裡 她都搖頭說 他这样说不知道 是为了保护那个阿婆 他认为他已经暴露了 就他个人的问题 他再也不能再说别人了 再说别人 人家还有子女 你要保护人家家庭 所以他们之间就是这样 互相保密 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彼此保护着受害的姐妹 但是日军给他们留下的阴影 是永远归之不去的 我说一眼 你知道老妈 老妈说一眼 他说二眼 老妈说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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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二眼 就来说一眼 第十九来就来说 我说羽毛已经从来说 就来说一眼 就是看一眼 我说一眼 我说要好 在当时同样沦为日军性奴隶的福贵英 在见到我们记者时 则不断地向我们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工作室 我们现在几乎同步 我们现在在喊妥 我们现在在喊妥 我们现在我们遗典的福贵 我们在研究童的福贵英 以为我们把自己的福贵英 要用作出主彩人所得的 我们现在就现实现 有所谓的福贵人 成功的病人 1992年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正式對日軍貴安婦問題 進行調查 中國國內多家媒體 做了相關報導 隨著侯東俄 萬愛花等 受害者的戰出 其他日本性奴隸制度的受害者 也相繼公開身份 並正式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1996年 康健 陪同侯小蓮和郭喜翠 兩位受害者 逐日本開庭訴訟 我也是第一次去 大娘也是第一次去 她們是很緊張的 她老是想去告日本政府 但是又害怕 她老問我 她說日本政府 會不會派人殺了我 我說不會的 我說現在不是那個時候 沒人敢殺你的 剛下飛機的時候 那個門口 在機場門口 突然有好多記者 就堵上來了 那兩個大娘 一下就緊張了 她說是不是殺我們來的 我說不是不是 她是記者 然後那個大娘 兩個人說 一下頓時你就 一會兒就涼了 就抓去 緊緊抓著我 當時的幾位受害者 緊張地下了飛機之後 很快就見到了 替他們打官司的 日本律師代表團的團長 大三點子 雖然這幾位受害者 與大三點子熟悉 但是他們還是被採訪 真是嚇壞了 並拒絕了大三點子的 記者招待會 那大娘說什麼也不說 說我頭疼 我頭疼 後來沒辦法就得取 臨時取消 我們住屬東京那邊 住下了以後呢 我就跟日本律師 馬上就商量 我們這幾天的行程 過了一會兒 突然那個 那個職員會人找我們來了 說這兩個大娘 急著非要找我 什麼事啊 我過去一看 實際是一個日本醫生 去給她看病去的 她是給大娘去檢查身體去了 要給她量血壓 大娘說 她來殺我來了 拿那個綁的 因為她沒量過血壓 她說她來殺我來了 她說康律師 閨女你讓她趕快走 她說什麼也不能伸胳膊 走了以後呢 我就跟大三律師又繼續說 最後晚上 我說完以後我就返回去 我說那藥你吃了嗎 我給倒了 她不吃 她說她是毒藥 就一點都不相信他們 對他們很有接近的 經過幾天的相處和了解 受害大娘與日本民眾之間 也彼此產生了一些信任 然後會場上呢 完了以後就很多人給捐款 好幾十萬日 四十多萬日圓吧 就沒給人家開會捐了那麼多 我們中國受害者這方面呢 也感覺日本國民宗 還有些有良知的 也是值得信任的 也是朋友 所以說這個訴訟中呢 讓我們感受不到的 就是之前沒有想到一種收穫 就加深這種了解和理解 這點我覺得是 很大的一種收穫 1995年至今 共有四批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但是均已駁回上訴 以劫而告終 以劫在法律中意味著在法院的訴訟已定終結 這隊伍曾經遭受日軍性暴力侵害的老人們來說 是最殘酷的精神打擊 如今 據第一批中國籍日本性努力制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已經過去近二十年 據他們逃出日軍魔窟也已經七十年過去了 在七十年前他們雖然成為日本性努力制度下的幸存者 但是他們這七十年的處境卻異常艱難 他們有的疾病產生 有的甚至終身失去了生育能力 由於這段難以啟齒的往事 他們有的終身未嫁 有的嫁過多次 有的嫁到了偏遠地區 他們晚年的生活大多都是異常的艱難 這一次我們與程厚志去探訪的 是住在海南省寶廷縣十號村的老阿婆林亞金 阿婆的家非常偏僻 距離縣城大約需要三個小時的車程 程厚志每次去探訪都會從縣城裡帶一些日常用品 因為這個老阿婆大部分都住在離市區比較偏僻的地方 所以出來一試買菜啊 買油啊 買起來這個日常用品都非常困難 我們每一次去的時候 都帶一些老阿婆需要的日常用品 記者見到林阿婆時已是下午兩點 然而阿婆這一天卻還沒有吃到一口飯菜 因為程厚志的到來 才能吃上這樣一頓豐盛的大餐 1943年 19歲的林亞金和另外三位女孩 一起被日軍抓走 後來他們死裡逃生回到老家 另外三位姑娘先後在1946年前後去世 1951年 27歲的林亞金嫁到了離家較遠的十號村 後來有過一次身孕 但是還沒有出生就胎死腹中 結婚一年後丈夫去世 此後林阿婆再也沒有嫁人 還領養了一兒一女 康健最初見到林亞金時 她獨自一人住在山上一個廢棄的房子裡 一個人山上一個半山坡上就是個廢棄的房子裡 這兩個細節給我印象太深了 林亞金當時獨自在山上居住時 還有一頭牛陪伴著她 那那個牛就是阿婆的伴 我才知道這個牛為什麼老跟著她 你不如理她 阿婆走哪兒她跟到哪兒 就這樣了 阿婆娘沒了 我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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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程厚志說 後來楊子把阿婆的牛賣了 換了一台插陽雞 阿婆也從此變得很少說話了 來 我去回料日本了 我今天LCN 以前乾河,這麼河他都乾了 這什麼時候不能乾河的 這年不幹活了 這年不那麼好 在海南的這幾位老人 他們都住得非常偏僻 他們去過最遠的地方 就是他們所駕到的村子 林亞金出過的唯一一次遠門 就是2001年起訴日本政府時 去日本作證 走進阿婆房間 除了床上的被褥 幾乎沒有放置任何其他物品 但在靠牆的位置 卻放著一個黑色的箱子 那是去日本打官司時 所用的行李箱 阿婆說 如果腿腳方便的話 她還想再次去日本 為自己討回公道 2013年10月17日 林亞金在保廷縣人民醫院去世 享年89歲 此時癱瘓在病床上的萬愛花 已經84歲 在不久前 她被確診為老梗塞半身不遂 這是一個多月前 日本慰安婦支援會人士 來看望萬愛花的合影 當時萬愛花還可以自由走動 也不斷屬於自行 我真的不斷屬於自行 她說 因為我不能進去 只有無益 雖然不斷屬於自行 那還不斷屬於自行 那還不斷屬於自行 得電視 在床上 然後 avana 听调查员说 万爱花是个性格刚毅 很要强的女人 打赢官司 为自己 为那些几十万受害的同胞 讨回公道 就成为她最终的夙愿 在我们离开医院15天之后 万爱花老人离世 这段采访成为了她留下的 最后一段遗像 在我们采访期间 先后有六位 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离世 当我们来到 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张仙兔家中时 跟她腾村的另一位 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 刚刚去世 在张仙兔的家中 还可以清晰地听到 那边离堂外传来的烟炮声 在张仙兰的家中 我曾经 说过一句话 就是好像是跟曼海华瑟 我说 他们很担心说 你们还会管我们 我当时也是很激动 我说管 管到你们离开 所以我们现在 一直在援助 这个工作我相信 时间也不会太多了 因为他们平均都 85岁以上了 也应该有一些中国人 去关爱他们 关于慰安妇问题 日本政府始终没有 对慰安妇问题 道歉和赔偿 1995年3月9日 时任中国副总理的 钱其琛 达富仁大代表质询时表示 中日联合声明 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 以个人名义行使 向日本政府 要求赔偿的权利 中国政府 对个人索赔权利 积极支持 2007年3月1日 时任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公开表示 当年日军 强迫亚洲妇女 充当慰安妇之说 缺乏证据 安倍晋三的发言 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谴责 同年美国国会 加拿大国会 欧洲议会 荷兰议会 韩国国会 菲律宾国会等 纷纷议案 要求日本就二战期间 强征慰安妇一事道歉 并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すごく難しいんですが 特に日本が安倍政権になってから 非常にこういう問題について 解決の見通しが暗くな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ただ今韓国政府が前面に出て 解決するようにというふうに 国として要求していますしね このおばあさんたちの被害をきちんと 回復せよということを 国として日本政府に対して 要求しているんですね それを各国の被害国が 日本政府をそういうことで 要求をしてくださると 韓国だけでなくて 日本政府はアジアで ますます孤立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のでね 現在中国国内公開申分の 日本新努力制度的受害者 他们大多是去労働努力 生活极度困難 多年来 他们主要受到一些来自 中国和日本的民間援助 そういう彼女たちの希望を 叶えるために 日本政府を訴えるということで 中国人二人の先ほどの 李宗明さん 高校連さんの裁判を支援するという活動をしました お金とかは 彼女たちは 私たち民間から欲しいのではなくて 政府に正当な 謝罪の証として 欲しいと思っている 70年前 ください 多年 私たちに どれや 言った 可是那是日本人的自己 我不叫那瓦子亏 那瓦子亏还我还够了 我说够了就不要亏 醉了我已经熟了 过来我说不要亏 亏我的床就不能行 就拿起来就拿起瓦子亏 你是或者一生的心愿的 尤其是日本 日本不是活着中国年人 活没了 我说活没了不要去战争 还是活没了不要去战争 去战争你看受怀 他们也受怀人 张也受怀人 我所想让人和编组 今天有一天 在生什么 在生存在 在生存在 我所在的 我所在的 我所在我所在 寻找的 我所在这些 小达 我所在的 受害られなくて、本当に申し訳ないです。 とても被害者の方の気持ち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は でき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でも 一体諦めないで、続けることが大事だというふうに 那些手繋いでですね 増やしていくことかな 同じようなことを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が せめて今できること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相手というか戦争しようとする人たちというのは 非常にその欲望が強くて力も強い だけど数は少ない だから私たちが 違う国民であっても気持ちが通じると思うので その力をそこを信じてい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